各位亲爱的欢迎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圣经节 是马太福音13节 24节到58节 一开始我们来设计今天的圣经 马太福音13章24到58节 耶稣向他们讲另一个比喻 天国好比有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 大家睡觉的时候 敌人来了把败子塞在麦子中间就走了 到了麦子长大结税的时候 败子也出现了 庄主的仆人前来说 主人你撒在田里的是好种子 这些败子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他回答这是敌人干的 他们就问你要我们去把败子拔掉吗 他说 因为你们拔除败子的时候 恐怕会连麦子也拔掉了 让麦子和麦子一起长吧 收割的时候 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 先拔掉败子 捆起来烧掉 然后聚集麦子 储藏在我的仓库里 耶稣对他们讲另一个比喻 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子 他人把他种在田里 这种子比其他的一切种子都小 等它长起来却比任何蔬菜都大 它成为一棵树 连飞鸟也在他的枝子上搭窝 耶稣讲了另一个比喻 天国好比面笑 一个女人拿来放在四十公升的面里 使全团面都发起来 耶稣用比喻对群众讲述这一切 除了用比喻 他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他这样做正应验了先知所说过的话 我要用比喻向他们讲述 把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告诉他们 耶稣离开群众进屋子里去 门徒又来问他 请告诉我们 田里的败子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 那撒好的种子是人子 田地是这个世界 好种子是属于天国的人 败子是属于那邪恶者的人 撒败子的敌人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是金氏的末了 收割的工人是天使 到了金氏的末了 作恶的人要像败子一样被拔出来 扔在火里焚烧 人子要拆遣他的天使 把他国度里那些死人犯罪 和一切作恶的人都抓起来 扔在火炉里 在那里他们要哀哭 咬牙切齿 那时候一人在天赋的国度里 将好像太阳发射光辉 有耳朵的都听吧 天国好比财宝藏在田里 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掩盖起来 然后很高兴的把自己所有的都变卖了 去购买那块田 天国又好比一个商人寻找贵重的珍珠 当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 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那颗珍珠 天国又好比渔网洒在湖里 捕捉各样的鱼类 网一满 渔夫把他拉上来 坐在岸上把鱼儿分开 捡好的放在桶里 坏的扔掉 今世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去 从好人中把坏人分别出来 投进火炉 在那里他们要哀哭 咬牙切齿 耶稣问他们 这些话你们都明白吗 他们回答都明白 耶稣说 这么说来 每一个经学教师成为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家的主人 从他的库房里搬出新和旧的东西来 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 离开那地方 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在会堂里教导人 听见的人都很惊讶说 他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智慧 他还行神机呢 这个人不是纳木匠的儿子吗 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 雅各 约瑟 西门 和犹大 不都是他的弟弟吗 他的妹妹们 不都住在我们这里吗 他这一切本领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于是他们厌弃他 要从这个好的跟买的来做一个分辨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的学生不一定听有 尝试这些法律塞人文书也不一定听有 所以在这段的宣言十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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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卫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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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因为他们没信价 没信价 Roosevelt 這些文書跟法律師的人在 雅蘇、故鄉這些人同樣 在今天他的性情在背後也是同樣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這個人不是余生跟媽媽的孩子嗎 他的兄弟不是什麼人嗎 他的今晚不是什麼人嗎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是什麼 是這個孩子我從小看得大 他應該是沒有什麼成績的 這個孩子我從小看得大 他哪有可能會做這些事 一個嬰兒的人是沒辦法受害的 所以故事人家在今晚我們怎麼看得到 尤其是雅蘇要這樣來跟他們說 因為雅蘇說 你們要分別出來 所以雅蘇說一句話說 這一切的話你們有明白 其實說起來很大事 我們不一定有明白 總是我們如果有那種心態 會有可能在我們的教會中間 在我們的生活中間 我們會很多的親像這些人同樣 雅蘇故鄉的人不認同 雅蘇因為我看你大小 母親人這在教會大小的 我知道 他就是這樣 他過去小時候多高高 你知道嗎 是像我們遇到這樣 一種的思想 一種的看法沒有錯 總是人會改變嗎 人會改變 人會改變 人會改變嗎 人會改變 我們的雅蘇如果沒有生長 我們就一直停在那個地方 總是我們的雅蘇如果是生長 我們會看到一個小孩 他對過去 像小孩一樣 他是這樣 總是他開始來熟靈 在雅蘇上面來生長之後 他開始來吃大年 他開始來做出不一樣 在熟靈上面 有做出很好的來 這是因為他願意收駕 收駕的人 會在那時候來分辨出來 所以我們也想說 我們已經生業所 是在教會中 已經幾十年了 我們沒有問題了 其實我們來想看看 你真的有收駕 小孩的威 小孩的道理 你完全不明白 要是你僅僅疼 但是沒去走 或是你僅僅僅 但是你不願意去改變你的死命 所以說起一句話 我們用這段生意 我們來宿航看看 你敢是一個受害的人 你敢有辦法在冒季的時候 相對要跟我們分別出來的時候 你敢受到相對來分別最好 所以我們敢用這句話來問 我們自己說 這麼一切的話 你敢都明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